各位網友, 大家好,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 留言, LIKE, 和 SHARE, 還有開關的小鈴鐺, 等新片出口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 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再有新盤貨美家肉減價行列, 今次就是泛海偉洪水橋的匯都一期 在昨日更新價單, 涉及30個單位, 截實最低赤價9806元 這批單位可以獲得額外10%折扣, 以買家選用120天付款計劃 原先折扣是樓價14.5%, 最新可以享有額外10%折扣, 即大約24.5% 根據價單顯示, 單位實用面積介乎336至443呎, 戶型涵蓋一房至兩房 以一個入場單位為例, 一座二樓A6室, 實用面積336呎一房 原本的定價是489萬 在未推出額外折扣之前, 原本的截實價是418萬 在今次修改價單後, 截實價是369萬 邊商減價49萬, 相等於11.7% 而匯都這個項目都買得多厲害, 不想不下, 總共有1025個單位, 分兩期發展 在明年的6月就開始入伙, 但到現在只買了322貨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項目之前已經減價, 前期有些買家買的赤價很貴 到了收樓的時候, 究竟成不成交都成問題 發展商同時公佈銷售安排, 這批單位將為星期六發售 另外由於樓價持續下跌, 地價都受到影響 政府亦都相應下調新界收地補償率 根據地政總署的資料顯示, 最新農地收地補償率是每呎1070元 並且12月1日開始生效, 但如果與今年4月1日所訂立的1114元相比 半年就跌了大約3.9% 而這個收地補償率機制是由2002年5月開始推出 每年的4月和10月會更新一次, 但到現在已經下調了4次 今次的金額除了較4月生效低了3.9%之外 比去年10月生效的1267元一年又跌了15.5% 如果與202年5月首次公佈的1510元作比較 更加大約兩年半時間, 跌了29% 另外中原在今日公佈樓價指數 CCL最新報1836.11, 按週上升了0.18% 反映了9月19日, 美國聯儲局宣布減息半厘 因為本港銀行下調最優惠利率0.250當週市況 楊明傑表示減息之後, CCL單週回穩 繼續在2016年8月底的水平徘徊 而中央就此, 港股急升, 新盤銷程理想, 二手成交逐漸回升, 指數有望回穩 相信短期內, 樓價會在135至137點之間摘幅增持 而今年樓價已經累計跌了7.54% 如果較2021年歷史高位, 跌了28.86% 如果同設立之前比較, 跌了4.83% 另外香港第三大連鎖超市華潤旗下的要求 在疫情期間曾經一度急速擴張, 擁有分店超過100間 但隨著經濟下行和消費模式改變 他們已決定將虧損的店舖結束營業 而今個月至少有3間會結業 近日有網民在Facebook發文 透露荃灣翠桃國的分店已是昨日結業 另外屯門的和田村和柴灣的魚灣村 亦分別會在今個月16日和月底結業 而看回資料, 今年3月要求將門市削至57間 而在上個月他們網站顯示, 剩下40間 如果加上3間分店的數目, 將會跌至3至頭 大家想想, 只有一間要求在過去兩三年 已經棄手超過60間店舖 而且每間都有這麼多大尺寸, 店位市場怎麼會不淪陷 另外匯豐環球今日發表報告, 指美國和香港減息 以及內地實施貨幣寬鬆政策 認為本港的樓市已經步入有利周期 將明年樓價預測升幅由2%提升至5% 原因包括借貸成本下降, 以及正面財富效應 不過匯豐環球過往對樓市的預測就一般 大家就當參考一下 另外太古城單日錄到兩宗二手涉案案 其中一宗是波陽國中層A實 實用面積583呎, 在9月放盤時叫價是890萬 其後一直減價, 最終以688萬賣菜 赤價是11,801元 裝修還挺漂亮的 業主在2020年以990萬買入 次科四年將免費302萬 相等於貶值31% 而第二宗的成交同樣低於700萬 就是保安國低層E殺, 實用面積602呎 在今年4月最初放盤叫價是950萬 其後因為業主趕著移民 最終減價300萬 以650萬賣菜, 赤價是10797元 而這個單位業主在2014年以700萬賣入 次科10年將免費50萬 相等於大約7% 另外還有一個屋苑單日錄到兩宗涉案 就是大埔白石角的海日灣 第一間就是項目的商號屋 4277呎 加386隻花園 1238隻天台 賣了7900萬, 赤價大概18400 業主在2019年以超過1億1900萬買入 次科5年賬面虧了超過4000萬 相等於34% 這一類洋房在海日灣有9間 我見今年發展商還有兩三間貨品賣出來 成交價只是介乎8800萬 去到1億左右 所以這些前期買家想要二手市場放售 大幅虧讓已經無可避免 另一間就是海日灣二旗 九座中層最實1019呎 賣了1235萬 赤價大概12001 業主於2019年以1469萬買入 次科5年賬面虧了234萬 相等於16% 另外宏安旗下位於大國主的現樓 重現項目Largewood 再錄到4宗取消交易個案 總共涉及樓價超過2169萬 而這筆單位原先在2022年至2023年賣出 每個單位的成交價皆乎536萬8至552萬9 現時已列明中置買賣合約 預料馬家應塔定發展商 獲收5至10%的訂金 而這個盤在過去大約三個星期 已出現第七個四宗取消交易 即是總共28宗 總共涉及樓價超過1億5800萬 都未知完美 其實當時用這種高回勇賣樓方式 不止宏安一個 很多是涉及中資 不過宏安就不幸 另外還有一宗塔定個案 就是嘉里軒頭位王竹坑站上過的陽海 單位是1B座22樓F 實用面積464呎兩房 在今年1月以1318萬2500買菜 赤價28411元 看看這個時間 詳實的Blue Coast還未賣 3月看到Blue Coast 21000多開售 自己用28000多買 塔定是無可口非 預料發展商獲收10%的訂金 即是131萬 另外渣打銀行跟隨匯豐和中銀 推出兩年和三年期的定息按揭 年利率同為3.25厘 其後就P-1.5 如果以現時的P計算 實際利率是4.375 中原按揭王美鳳表示 渣打推出這個定息按揭計劃 較目前按揭低了0.625厘 如果業主按揭年期是30年 貸款是450萬 業主的定息按揭期內 每月供款是19548元 膠燕市市場按息減少了1577元 相等於7.5% 另外網媒劉昇基 今天報導了一宗娛樂新聞 就是一向具有豐富物業投資經驗的梁潮偉 和她經理人兼老婆劉嘉玲 出席銀行理財廣告片活動的時候 表示理財不用由老婆負責 她和老婆財政獨立 不用問太太拿零用錢 而記者最關心就是她投資物業方面 過往一直買開磚頭兼帶有斬貨 問到會不會再入市 她反應很大 灑手領頭之餘還登大對眼 反問記者 在這樣的情況你敢不敢買呢 看回梁潮偉 過往投資物業都相當拿手 其中在2007年 以7300萬買入山頂和福度獨立屋 而她個人除了在香港擁有物業之外 在日本也最少擁有三項物業 包括在北海道二世古有個山莊 東京最貴地段有一間獨立屋 在樓市好景的時間 很多明星照比辣稅都入市 現在切了辣 怎麼買都行 反而就閹閹一息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 like 和share 待會開個鐘仔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不及 去 去 去